今天我们又出来玩来了 今天又出来了 我们很久没更新了 然后我们现在是开车一个半小时到怀柔 怀柔这一个红尊鱼养殖基地 然后来过几次了 这是红尊鱼金尊鱼 然后很多池子 这地方是三面环山 这边是山 山顶上就是长城 你看到这现在看不见 看不清楚 山顶上就是长城 你可以爬上去 三面环山 然后从这条路就出去了 然后这个水都是山卷水 都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水 因为这个鱼比较娇贵 就是必须得是活的山卷水 冷水才能养活 所以它这个山是山脚下 它这应该是第一家 因为这个水用完了以后 流到山下边 其他的什么民宿 在围石子在养鱼 它这边是养什么两种养殖基地 所以这边鱼应该也都是从这儿进的 所以这边鱼应该是最好的 请待会儿看看这边的风景啊 它这个特别大的地方啊 这边是有一个户外的一个餐厅 然后冬天来呢 是能到这个室内吃饭 我们看看这边的鱼啊 这边有一条大的特别巨大的这个鱼鱼 现在待会儿看看它多少钱一斤了 这个鱼 所有的水都是活水啊 特别清澈的 今天天气还挺好的 然后能见度非常好啊 站在这个水边啊 然后就感觉到这个水的凉啊 就今天太阳还是挺足的 但是站这个水边上 就觉得这个水的一股一股凉气 不是自己的那个当地人 农民自己弄的什么农家院啊 它这边主要是养鱼 养鱼跟那个吃鱼啊 餐厅啊 还是比较专业的 所以就是比的应该是菜品啊 比那个农家院弄的要要多一点啊 然后价位可能更实惠一点 虽然它这个不是神堂鱼 不是那个红尊鱼一条沟啊 这边其实风景并没有 没有比那个山路进来 没有比神堂鱼里边好 但是呢 这边可能比较实惠 吃饭比较实惠 我们主要就是来吃鱼的 现在是三月下旬啊 就是坐外边吃 应该已经完全没问题了 这边服务员都已经 把这个位置都收拾出来了 然后这个泉水 这怎么没水啊 今天 没水了 然后这边也是可以那个住宿的 今天好像装修了 现在好像住不了了吧 之前这是可以那个住宿的 然后这边餐厅 这边面积相当大 这比那个农家院的面积要大多了 这还有一个卖那个栗子的 怀州栗子 看看多少钱 自动收货机啊 就那种大装的那种 18 20啊 到时候回来 那时候买一两袋看看 这个水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 它这边第一家啊 所以它这边水是最干净的 山下边那些农家院用的 它都是它这水流下去的水啊 看看这边的鱼 待会儿 待会儿拿杆钓一会儿了 钓会儿鱼 这边也是一大片餐厅啊 这边我估计今天这边开不起来 这边也是室外的 包括这楼上也有座啊 都可以有餐厅都可以坐的 它这个地方非常大了 这个小溪山泉水就从这引下来的 从这下来以后进到这个下边 然后它就流到那个池子里边去了 然后下边一个池子接一个池子 夏天这你想这够大的啊 这边扫码点餐 这都都坐满了 到下边那个楼里边也坐满了 那边那个大的那个餐厅也坐满了 都是人这一家的 摸摸这个水 哇 真是扎手刺骨粮啊 凉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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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这上那长城是吧 这边走是吧 不让爬是吧 往这边能溜溜溜的 好 走看一眼 看一眼 它这个长城是建扣的一段啊 就是保护起来了 大爷是这边那个村里边的长城保护卫士啊 他这边说长城肯定是不让爬 但是能过去看看啊 离近了看看 往上走走 溜达溜达 水深危险禁止游泳啊 它这边是一个水库啊 是一个水坝围着这个水呢啊 你看现在枯水期吧 没有那么多水 夏天这边要是水多了以后 它就应该这边整个是一个库区 一个小水库 哎呀我们爬一会儿山啊 往山上那个长城里边溜达溜达啊 挺好 这个资源也都是免费的啊 不用什么门票啊什么的 停车也免费 然后探险这个项目也是免费啊 小土路然后上去 对 什么都不要门票 全免费 就是来吃个饭 要顺落 把长城看了 树上还有这种稻草仁啊 这是什么树 果树吗 这是核桃树 栗子树 哇它这还有一个大棚啊 这个山山山半山腰了还有一个棚 这还有什么乒乓球台子 尝尝那个水 太凉了 玉米是多少钱 十块一根 十块一根是吧 对 合力买一根免费那都饿了 啊 饮料你会带带水了吗 饮料倒是带了 你要吃人你吃不吃玉米来根玉米 玉米 甜的都有 玉米这有有那栗子 啊要炒栗子 都有 这是源头 哦 哦这是 源头就是最高源头了 这得供制龙网了 哦这是水的源头啊 对啊我看一下 它那边怎么充分水呢 那我告诉您就知道 那个咋回这儿了 咋回这儿了 咋回这儿了 哦 烤玉米啊 烤玉米啊 烤玉米了 对了 你卖多少钱啊 二十 二十好 你更厉害 大叔咱这个往山上走都是这条小路是吧 对 哦 那这也确实也不太好走 一走越 他们过去咱说一走难度越大 越走难度越大 昨天有一个能跟我老哥是这么点事的一个老头 我回才到七十岁了 哦 耍了 手机也丢里了 眼镜也丢里了 手机也丢了 眼镜也丢了 一步就捡了 咱就捡了 这玉米好吃 好吃啊 来一口来一口 哎呦 真嫩玉米 哇 这个是鲜玉米 鲜玉米 嗯 真好吃 嗯 好我们现在下来了啊 刚才那个往上走呢实在是太长了 因为已经十一点多了 我们就没往上走 然后跟那个大叔那喝了点饮料 然后跟他聊到天啊 那个大叔还挺逗的 这个他这个口呢 就是到建扣的那个正门啊 山门是正门 其他的道路都是比较远的 也有很多路啊去那个建扣的 他这一块是正门 下次如果要来的话是 其实现在还得早点头八点之前就进来 然后往上走 差不多 长城是不让爬 但是可以摸到长城 可以 在最近的距离看一下 因为长城这边都保护下了 他这边也是那个 呃长城的那个 看护员吧 护林员 玉米十块钱一根 然后买点栗子山货的栗子 二十块钱一斤 哎 挺好的 挺甜的特别甜啊 特别好吃 是怀柔的 怀柔的 怀柔这边的特产 栗子一定要尝尝 啊 然后跟他这聊聊 让他这讲讲故事 挺有意思的 然后因为今天晚了 我们就没上去 好 然后下次比如他这边 你要想上去 因为确实这个路 应该确实保护下来 不要人上 然后你可以有暗号啊 暗号就是上来找老杜喝茶 哈哈哈哈 哎呦 现在人已经这么多了 都是钓鱼了 钓上了啊 杆都要没了 你钓不钓啊 你也钓啊 杆都要没了 这种鱼都是吃自己的肉的 这个鱼肉 都是直接钓鱼的鱼饵 这没有鱼饵 这都是鱼饵啊 就是鱼自己的肉啊 有那个红尊鱼 跟那个三文鱼啊 啊 开始钓了啊 看看这回能不能钓上 啊 上鱼了啊 钓上了一条 撞进了 撞袋了 真火真火 好嘞 挺厉害啊 这鱼 啊 现在这个是它这鱼的价钱啊 红尊鱼是45 金尊是58 三文鱼58 中华巡是68 折罗龟是80 你怎么还没钓上来呢 钓着被老妈吓走了 对吓走了 这边钓不上来的 然后这边有师傅 直接就从这个 这池子里边就捞啊 要什么捞什么 金尊 红尊 鱼 什么折罗龟啊 直接在这捞 在下面一抄就下来就行了 直接跟那边那个师傅一说 就给你烤出来了 就可以做出来了 那边师傅是要大要小的 这边都跟人说 要大的给你挑大的 要小的给你拿小的 看要哪个 就给你留哪个 不这还是挺挺实惠的啊 这边钓鱼 小孩玩玩这个游戏 钓鱼的游戏 也不花钱 也不用什么租什么杆啊 鱼饵什么的 这边都是免费给你提供的 这边可以随便钓 我们五个人点了三个菜吧 这是凉拌鱼皮 这个是栗子 怀油的栗子焖肉 这个是花椒盐 这是我最喜欢的 然后点了一个家常饼 然后两条大鱼啊 钓了一条捞了一条 待会儿都烤了 看这个栗子蒸肉 栗子焖肉 这个大肥肉 哇 我们哥这个肉都是栗子味 香 汉甜 好的红炖鱼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来一块子 来来来来来 嗯 香香 这个鱼呀 虽然可以生吃 但是这个味道远远不如这个烤熟了的味道 它这鱼这个肉质比较粗糙 纤维比较糙 比那个三文鱼 我其实是挪威三文鱼 肉质要发柴 柴的多 所以生吃口感并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好就是烧烤 极为的鲜美 不露了 买了这鱼 两条鱼这一共是四斤七两 不到五斤 其实还剩了得有一斤多至少 其实要是四个人 最多四斤就够了 足够 再点点其他的这个菜什么的 行 我们别给人浪费 都带走了 一共是383块5 鱼的加工费是就烤两条鱼是三十块钱 这是摩友的车 这都什么车 反正什么车我也不认识 我也不认识 在美洲的一个 估计六日这都是摩友在这聚会的地儿啊 这种 威斯帕也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